在广东莲江的东北角有一个区位十分独特的镇 它就是石角镇 这个镇不仅是莲江市最靠北的镇 也是两省四县的交界地带 过一条街就到了广西御林路川的盘龙村 由于石角老街和广西古城盘龙街联为一体 这里就被一些人戏称为中阴街 是两广文化的交融之地 每当赶集的日子这里便游人如知 大家好我是彩音飘飘 我现在是在广东莲江的石角镇 前方不远处就是广西路川的盘龙镇 这里就是两广交界处 看到那上面了吗 还有广东界的牌子 今天这个视频就带大家看一下两广交界处有何不同 咱们先从高空的视角来看一下两广交界地带 箭头所指的这边属于广东连江石角镇区域 石角镇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 因石角围而名 石角围原指宝传庙 荣有大石 故名石角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座大桥是叫石角西桥 在它的旁边就是广东第二大水库 鹤地水库 这条路是383县道 前方不远处就是广西路川古城镇盘龙村地带了 这样看的话 两边不论是道路还是房子 好像都差不多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当你开车从交界处走过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同之处还是有一些的 沿着383县道的两边 有很多的商铺门面房 广东这里的路边是有绿化带的 两侧种了很多的树木 这样就和道路之间有一个隔断的设计 大货车离得远 安全又干净些 但是道路不是很宽 而到了广西境内就能看到 广西这边就是荒秃秃的 没什么绿化 有些门面房的前面就紧挨着马路 大货车一驶过 扬起的灰尘也特别的多 这条路上大货车特别多呀 看看全是拉扎土的一些大货车 这个就是那种灌起车 像这个的话就不知道它是拉那个石子还是杀的 全是这样的大货车呀 看看路上的这条线 右边就属于路川的盘龙了 那个上面还写着盘龙长途客运车售票点 它在这个路边下面还有一排卖猪肉的 小哥这边的话是属于广西还是广东的 广西 广西的 我看这条路上大货车特别多 超多的 超多的 大货车的话它一般拉的都是什么 石子 哦石子 就是反正就是广东广西两边这样来回跑呗 那您是广西的还是广东的 广西的 广西的 它这个广东广西就是以那边那个路灯杆为准 像您家的话有亲戚也在广东这边吗 有啊 所以现在广东广西都以老表著称了 是吧 您认为是广东好还是广西好 差不多 对你们来说都差不多 因为离得很近是吧 这条路上大货车多了 灰尘就特别的大 这样看的话 广西这边的路况就没有广东那边好了 因为它这边路况很多地方都是高低不平的 刚刚那个小哥说 如果这条路堵车的话 这些大货车啊都会堵到那边的桥那块去 哦 它现在这个路边停了很多的大货车啊 现在都是在广东这边吃午饭了 这边就是广东连江石脚镇的居民楼 一般都是三四层的 也有四五层的 看起来还不错 广东连江这边的话 它是隶属于湛江管辖 所以它这边的车牌号啊 是月季 看看广东这边的饮食 这个是烤鸭 他们这边的话就叫那种白切猪手 像那个 就是五花肉 但是它是炸的那种 这个就是他们十九镇这边有名的扣肉 广东这边是个镇 上面是个村 就是这样说 就刚好在这里交界这里啊 就两广交界呗 对 两广三燕交界 农家养的客家鸭 对就是你自己家鸭里面的 不是在在这个 不是那种饲料的 对不是那种饲料养的那种鸭 所以说它不一样 你们这边的那个口味呢 就口味更 比较清淡 比较清淡 对比较清淡 所有 广西那边可能就稍微 广西那边还可以吃一点辣 说实在的 我们这边的话广东 就算吃辣的话 我们是拿来做味道的 做那个味蝶 稍微有一点点微辣而已 你们这边就以清淡为主呗 对 因为我看那个跟那个 广西那边离得很近 我觉得你们那边口味 应该差不多对吧 差不多 但是也有点不一样 也是有点不一样 对 不是说哪里都是一样 说实在的 好 两广交界处 给我感觉最大的不同 就是道路的路况 和绿化这一块了 大家觉得交界处的区别如何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留言评论 给你帮忙 有点不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